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1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是延续着上涨的走势 最终是上涨了103点 来到了17560点 不论说是反弹的高点 17603或者说是收盘价的位置 都是这一波反弹行情的新高点 因此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有非常多的一个人认为说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WD成型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忽视了一个现象 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于整体成交量 今天是创下过去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 今天整体成交量只有2582亿 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过去我们跟大家谈过 如果你要改变一个趋势 无非就是用时间换取空间 或者说是用大的量能 去突破原本的一个压力关卡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做观察的话 基本上当然整体的时间不够久 因为我们过去跟大家谈过 如果头部是多久 或者是底部是多久 通常都要1%到1%左右的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现象 那很明显的台北股市 其实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很多人说是打双脚 但正常的一个WD的架构 应该是随着你的指数 往上攻高的过程当中 你的量能应该要越放越大 那即便没有 它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很明显的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当时是因为副时指数 这个尾盘的一个调节 爆出了7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 要不然整体的成交量 可能也是在3000亿元以下 那今天更进一步低于 这样子一个量能的时候 你要去攻过月线 或者说是形成WD的一个架构 你至少都要达到 月均量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从目前的一个月均量能来看 3521亿 这个当然不算是一个 很明显没有达到这个 所谓月均量的一个标准 因此我们是认为说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当然你看起来像是一个WD 但是就量能的一个结构来看 它并没有改变原本的一个趋势 所以整体来说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应该还是属于一个 两个缺口 也就是3月7号当时的一个空方缺口 以及3月17号当时多方缺口 这样子的一个缺 两个缺口之间的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操作 基本上我们帮大家做一个简单行情的一个总结 如果没有成交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不太容易反转整个走势 也就是改变原本的整理趋势 变成是一个强势多头的架构 目前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基本上短线上面 就是两个缺口之间的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那既然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 当来到区间高点的时候 你应该去调节你手上涨的比较多的个股 或者说是去买进 基期相对来讲比较偏低的 那甚至比较积极 你可以去做偏向空方来做操作 那这个时候就是以调整涨多股 跟布局买进低基期个股 我想这个会是大家现阶段 应该比较主要要做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解盘 都是为了去这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所有解盘出来的一个结果 都是为了你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来做一个应对 因此我们既然刚刚告诉大家 绝对不会说讲一套做一套 我们还是告诉各位 原则上我们在今天有调整 一部分的一个个股 然后把资金转到相对低位阶的一个个股 至于说哪些个股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个观察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卖出的个股叫做 4755的三幅化 当然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 股价其实有先攻到一个涨停板的位置 那我们当时也告诉大家 我们是在礼拜四进场 164块半到165块钱之间 然后到了礼拜五 3月18号就涨停板的这一天 我们先在176.5附近 我们先去做调节一半的一个持股 那当然这个是获利卖出 但关键我想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看法 有告诉各位就是 他接近年本的前波高点 会遇到一些比较解套的一个卖压 不过当时股价是直接往上去做一个公高 一路到今天 股价盘中最高点是来到200块钱的一个整数的关卡 那我们选择在195块钱附近 那个时候选择去做所有持股的一个卖出出清 那均价大概应该就是180几块了 大家自己可以稍微去做一点计算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说 为什么我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去做一些卖出持股的一个动作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行情架构之外 另外对于三幅化这家公司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200块钱 它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你上方 其实你看不到任何的 所谓的一个前波套牢的一个卖压 或者说是技术面的一个压力 但是如果你在市场当中 交易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都可以了解那个百元关卡的一个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过去跟大家谈过 就是100块钱它的跳动的幅度不一样 因为往上跳一档是0.5 然后往下跳一档是0.1 当然这个是发生在1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价位上面 200跟100的价格基本上跳动档位没有差 都是0.5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概念是在于说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跳动档位的条件 它会发生在100块钱 然后500块钱1000块钱 这些价格之外 另外事实上整数关卡也是这种所谓创新高 或者是上档没有卖压的一个个股 它很容易会遭遇到的一个反压现象 因为这个是人性了 大家是想说在那个整数关卡去做一点调节 这是第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则是在于说 今天整体的一个成交量 当然最终是33,991张 但是我们当时在这个位阶去做调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预估成交量是来到5.6万张 那5.6万张也好 最后的3.3万张也好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来自于说过往 如果说以过去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现股当初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周转率 所谓的周转率就是一天的成交量 来到股本的多少 这是我原本发行了几张股票 然后我今天交易的几张股票 那个占比如果超过一成的话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周转率过高的股票 好但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因为有现股当初的一个关系 所以有时候冲来冲去 可能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它都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买进或卖出这件事情 应该这样讲 就是它不是要那种隔日的需要做交割的那一种 因此当然可能标准上面就可以稍微比较拉的高一点 但文如可你从三幅化的一个股本来看 它的一个股本是10亿元 那10亿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一股的面额是10块 这个还是现阶段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大宗 那如果面额是10块钱的话 10亿的股本是不是代表我有一亿股 那一亿股有几张呢 一亿股在股票上面 如果一张是1000股的话 它代表有10万张的一个个股 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 早上预估的5.6万张也好 或者是最后的3.3万张也好 它的周转率都超过了 一个是超过50% 即便你扣掉当冲 它的那个周转率也是很高 然后后来的3.3万张一样 你扣掉大概一半的一个当冲 它的一个当冲比其实 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所谓的周转率 事实上其实也来到了 超过一成以上的一个水准 因此相对来讲 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周转率 因为你股票有很多人卖出来 然后有很多人进去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筹码会非常的混乱 所以你看到我们从出场之后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后续股价一度最低的时候 是来到183.5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选择去做 现股当冲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做当冲你要有方法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是说听大家讲说什么 没有本金交割你就去做进场 你去想如果说你今天 你在200块钱的一个高档 去做一个进场 那最后你把它冲在一个相对低档的话 这一来一回一张可以差到 16000块以上的一个价格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观察的话 这是我们在选择在今天早盘 去做一个获利出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无论如何后续针对这家公司的一个看法 当然投信在上个礼拜五开始有去做一些 比较积极的进场 因为他们礼拜五买了1069张 整体的持股是1267 换句话说原本的持股大概就是 200张不到198张左右的一个张数 那后续如果能够连续连续持续做买超 整理之后他还是会有在发动公司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187.5 因为他在突破之后 变成是一个颈线的一个位置 那后续出现震荡的整理 只要没有跌破这个位阶的话 整理完之后他当然还是有发动公司的机会 那只是说我们今天先把他做获利的调整出场 那接下来等他整理完之后 我们会再找机会来做一个切入 那当然这个是今天出场的一个个股 也有没有出场的一个个股是1609的一个大洋 好那这两家公司的差异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这两家公司的差异其实最主要在于位阶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三幅化 它是连续创高之后 相对的位阶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对于大亚来讲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 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一个空间 但是到了今天事实上应该这样子讲大概 三不五十电力一下不稳的状况之下 市场就会把目光的焦点回到这种所谓的电线电缆 或者是重电的概念股上面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股价 从早盘开盘之后沿路向上做走高 最高是27块6 是创下四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收盘价收在27块 也是收在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今天相对高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你从位阶的一个角度来看 之前的股价进入整理 然后这个地方进入到第二波的整理 在上周拉出了一根涨停之后回测的震荡整理 当时我们也告诉大家虽然说是连续两根的黑K回测 但是它的回测的低点 事实上大概就是回到表泰的这一根红K棒 也就是礼拜三 这一根红K棒的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所以它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强势的格局 那搭配上说当时我们告诉大家的 其实外资的一个成本 跟当时的股价其实没有差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时候 大概是在25块半上下的一个价格 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外资买超成本没有差距多大 我想今天的股价能够往上去做突破 这个当然就是在于筹码面 然后以及基齐相对偏低 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存在 因此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如果说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 一样的概念当时我们告诉大家 它是属于电力不稳 因为我们也不敢讲停电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重点就是电力不稳的状况之下 那双重受惠的一个股票 因为当时我们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基本上你在电力供应 不是很稳定的状况之下 你大概无非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增加你的电力的供电 那当然这个东西势必啦 就是你可能要燃烧更多的一个火力发电 那如果说你要对空气稍微友善一点的话 天然气或者说是绿能的一个发电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双重的受惠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第一个方式就是你增加你的电力的供应 那绿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看它去年太阳能电厂 大概整体的发电量是120MW 那今年会倍增来到240MW 这样子的一个太阳能的电厂的一个发电 那当然这种电厂 你可以去卖给需要的企业 或者说是你卖给台电 那台电它就能够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把电力卖给台电的状况之下 它就不需要烧那么多的火力 或者说是用这种过载的一个核能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就相对来讲降低了机组可能发生错误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存在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的一个方式 当然你要去改善你的输配电的系统 然后跟你的重电的系统 所以现阶段行政院已经讲了就是 他们会砸超过千亿元的一个台币 让台电重新去建制 所谓的一个输配电的系统 那输配电的系统当然有 包括电线电缆的一个更换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是大雅的一个本业 那绿能的部分是一个转投资 那今年整体市场的需求是强的 然后电线电缆在这个时候又有 千亿元这样子的一个商机的时候 搭配上说股价是一个大底成型 那外资的买超当然是有利于整体的股价 持续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那另外包括172台肥 它也是属于相对比较低位阶的一个股票 你看股价即便回测 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重新回到五日 鱼动均线之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要跟大家谈就是 当然今天时间可能是不太够了 但是我们还是简单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告诉大家 对于这个所谓的台肥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 它的一个土地资产的开发 所以它这一次事实上 让下面的土有点吃掉了 但是你看这个红色的框框 这个是台肥TFC1 就是他们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资产 要去做活化 要去盖新的办公大楼 当然这个新的办公大楼不是台肥自己用 而是提供给附近的所谓的科技业 或者是上市柜公司来做使用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这个所谓土地资产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 它的位置到底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 或者说是一个附近有很发达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下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吃掉 但是这个位置附近 这个位置以下 它其实就是新竹科学园区 然后这里是新竹火车站 然后台肥TFC1的后面是足科X产业园区 所谓的X产业就是以软体为主 所以你从地理位置来看 它应该算是相对来讲算是还在 在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搭配上说今年的肥料或者是尿素的爆价 它会持续往上去做走高 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基期算说是比较低 之前股价有出现回档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后续才有持续在往上发动攻势的机会 好那讲完台肥之后 我要很快的带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始去做卡位的一档个股 叫做2409的友达 那为什么做友达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先把技术面讲完 当然这是不是一个低基期 你看这个股价走势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大雅或者是台肥像不像 都是整理之后破低 然后再经过一波整理 那大雅跟台肥都是股价往上去做拉台 那对于友达来讲 现阶段还没有去做表态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做它表态的那一根 为什么 这个有它的原因存在 我稍后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就投信的成本来看 投信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买了46888张 成本大概是21.13 跟现在的价格其实也非常的一个接近 对不对 那之所以谈到这两个股 然后讲说 我们要做的是那一根突破的一个红K棒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如果之前有听我们讲过 这个面板类股或者说是航运类股 那个所谓的除权席的行情 航运类股之前是因为市场已经先行做预期 所以股价先行拉抬的状况之下 公布出来它反而变成利多出镜的表现 但是对于还没有去做股价的反应 或者是还没有公布的一个个股来看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可以值得期待的高股息股票 那是不是公布出来之后 有机会拉出一根中长红K棒 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过去我们跟大家谈 去年比较早一点 去年是3月16号 然后前年是没有配息 是在3月20号 然后接下来有配息的那三年 就是往后 从现在开始往前推的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 基本上它公布配息的时间点 分别在323、322以及323 换句话说以时间点来看 友达应该会在这两天 反正今天礼拜一 3月21 最晚礼拜三应该有机会 公布它的一个配息的政策 那从过去 这个过去这几年 扣掉不配息的那一年来做计算 有配息的最近这五年 它平均的殖利率 盈余配发率是6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去年赚6.44 不要多啦 真的配一半就好 它也有3块多对不对 甚至稍微差一点 4成 4成多 不要到4成很低的位阶的话 大概也有3块钱 现在的价格21.1 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殖利率会超过10%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现阶段偏多操作比较着重的方向 那当然还有一档避险空单 我简单带一下 因为金鸿的股价 今天是没有办法占回到月均线以上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个股逢反弹 还是应该要去做调整 但无论如何 我们跟大家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说你认同谢老师的一个想法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画面下方的一个服务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3月21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